哈囉,我是Nicole 我這次要分享是關於私密處的保養食品喔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有遇到同樣的問題呢 每次一到夏天或是比較悶熱的季節 就會有異味的出現呢 或是經常私密處會有燒癢 乾癢 不舒服的感覺 以前的我呢 是非常經常跑入殘科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很容易憋尿的人 所以尿道常常會有發炎的狀況 當然除了一定要多喝水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還有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愛穿牛仔褲的人 所以呢私密處會很容易被悶住而不透氣 尤其呢是夏天是最容易引起私密處感染的時候 當私密處有乾癢的狀況的時候 你的手也不可能真的去在外面這樣抓 因為在外面其實這樣抓真的非常尷尬 加上我現在我自己是生過小孩的人 所以我可以深刻的體會到 生完小孩之後呢 確實私密處比較容易乾 而且比較容易有異味出現 因為呢我自己對這個部分其實還蠻在意的 有時候的味道真的很濃厚很重 實在是會讓人家心情非常的差 有時候呢可能跟老公要親密的時候 其實聞到那個味道真的很尷尬 就會變得很害怕拒絕要親密這件事情 尤其是脫下內褲的那個時候 就算是洗過澡也會很擔心說 會不會有聞到那種淡淡的味道 當然私密處保養有很多種 像可能市面上有販售那種 私密處清潔液 那個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也要每一個項目要去真的去使用過 你才會知道說適不適合自己 那現在市面上比較火紅的就是用噴的 噴霧式的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還是濕氣比較重 它沒有辦法說整個讓私密處很乾爽 所以呢我還是建議是用服用的 用吃的會比較快 而且也比較省時間 也不用說還要在那邊東擦西擦 還要噴什麼噴什麼 這個部分都是完全可以省略掉 那我自己個人呢是真的非常高興 可以接觸到NEW CLOS的私密箱短膠囊 我真的只能說相見恨晚 怎麼沒有讓我早一點遇到呢 私密箱膠囊呢是有工廠認證美國FDA 還有ISO認證通過的喔 主要是有月見草油 若神花萃取 蔓越莓萃取 聖結莓 潑尿酸 光是有蔓越莓就已經知道我非常需要它了 因為蔓越莓呢跟月見草油對女生的私密處非常好喔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它既然你沒有聽它潑尿酸 我是真的沒有看過有這樣的商品 不僅除了可以改善私密處的問題 也可以讓私密處變得更保濕更緊實喔 而且這個膠囊不僅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改善 同時也取代了噴霧還有凝膠的效果 而且包裝非常的精美大方喔 使用的單顆口服式包裝可以隨時取用 就算是放在包包裡面也非常OK喔 完全不佔空間 而且更不怕被發現其實是在做私密處保養喔 使用方式也非常的簡單喔 只要每天的睡前服用一顆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想要加強保養的話 就是早上一顆睡前一顆 而且呢你就是搭配水跟果汁都可以飲用 沒有說特別有限定說你只能喝溫開水或冷水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這一款膠囊的話 是孕婦跟哺乳者不可以服用的喔 那我剛剛有提到我自己本身就是私密處會比較容易乾癢 會有二臭的問題 那我自己使用的話是一個禮拜 我都是使用加強保養的方式 就是早上一顆跟晚上一顆 就是在睡前的時候再吃就可以了 那大概是使用了一個禮拜 我真的感覺效果真的很明顯的感受得出來 因為是真的有乖乖的服用一個禮拜多 讓私密處的意味減少了很多 而且現在私密處的肌膚也不會那麼乾色 就是乾巴巴的 完全都沒有什麼任何的水分的那種感覺 但是水分也不是那種分泌物濕濕的濕潤的那一種喔 其實說到這個我是覺得還蠻害羞的 也因為比較沒有那麼乾色 所以跟老公親密接觸的時候呢 也比較愉悅喔 重點是分泌物真的減少了 這也不像是以前剛開始我說的 分泌物非常多 就是像豆腐渣那樣子 很大一吐很噁心 我個人覺得呢 女生呢 反而就是好好愛自己 呵護自己 不要說只有顧面子 只是為了臉部的保養啦 身體保養啦 擦啊擦啊 但是卻忽略了你最重要 跟你最貼身的私密處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打我上面跑出來的關鍵字 那我的影片下方也會有擺 其他的詳細資料 給大家做參考喔 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